是三立財經台 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陳舒賢 我是全景帶 在台股行情部分 丁太兄 今天相當相當犀利 在昨天進行大買就算 可能很多都說 覺得說還來不及上車 結果如果今天面對中韓FTA 這是一個利空消息 結果只有震盪小跌的回應而已 當然收盤數字還沒出 可是卻看到露股 這一刻的話 漲勢明顯不只是壓縮 甚至是油紅翻黑 怎麼回事呢 好 很簡單 我們來看看 麻煩導播 現在讓我們看到 亞洲股市現在這個情況 那麼這個韓股市小漲 最主要是看到 你看日本股市是大漲的 那麼漲了365點 早上日本股市還不怎麼樣 那這個大陸股市 反而漲上來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日本股市一動的話 事實上 反而不是很利益亞洲股市 只不過日本股市 自動的話 美股再動的話 這是多頭的 這個內容結構短線上 就是對於這個 譬如說 陸股啦 台股啦 韓股的話 其實指數是震盪 慢慢的走高 不會像這個 像昨天這樣 天天大漲 最主要問題是在日股 因為日股漲上來 頭頭部我要跟大家講 一個觀念 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 那麼 美國的量化寬鬆 是把這個錢丟給企業界 讓企業界去買這個機器設備啦 資本支出啦 那聘僱更多的人 那日本的量化寬鬆比較不一樣 他是直接投資在股市當中 所以只要日本量化寬鬆 股市漲的速度會比較快 可是 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股市漲上來的經濟 基本面就來 有時候不進來 所以 日本的這個經濟是很虛的 是比較虛的 當然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 這個裡面有一些觀念 就是說 你要漲對股票啦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2474的可乘 看一下可乘 我們來看一下可乘 今天的盤中線 你看 那再加上日K線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 根本沒有漲到就拉回了嘛 你說他昨天漲120幾點 你看可乘這個股價 跟人家講人家都不信 昨天漲停板2395的岩滑 你看一下2395的岩滑 那今天這個 跌停板 昨天漲停板 今天跌停板 你看這就是電子 股重要的股票 那這個2409的 這個跟中韓FTA 這個牽動在一起的有沒有 你看看 這個實在是不怎麼樣 這個 這個中韓FTA 這個不用我講的啦 一大堆都會受影響 那可是你看 這麼重要的時刻點 漲了什麼 來看看1795的美食 來給我們參考看看 這支高評 今天差一點點要漲停 你看日K線 那明天再小漲一點 過新高 整個底部就出來了 所以我說 這個全世界股市的 生技股啊 早就漲了 台北股市的生技股 就等昨天10號公佈財報的時候 事實上是還好而已啦 那美食啊 來看一下美食 1795的美食的話呢 今天他昨天公佈是 9月份比去年成長 這個叫同比 比去年成長大概237% 10月份比去年成長220幾% 美食今年可以轉虧為營 當然轉虧為營 股價9十幾塊 你是在 錯 錯 他明年大概可以到3到4塊的 這是法人評估的啦 你可以順便做一個參考 那可見生技股 這個波段行情這邊才剛開始啟動 我不會亂跟你講的 你看美食 你注意看美食 好 那麼你再把它打2474的可乘 你看到什麼差別 你看到什麼差別 你再回過台看美食1795美食 有沒有看到什麼差別 你看到什麼差別 投資者你慢慢體會我講的 生技就要大幅度的一個進行了 這個機會看你有沒有把握 漲美食漲生技股就對了 今天我們手上還有一檔股票 叫做4123的 4123的 這叫什麼 叫成德 我們手上的股票 你看很漂亮 直接漲停 這個都跟美食的技術面都差不多 即將從底部翻揚上來的 你不用急 我還是那一句話 你可以買到底部 現在就是底部啦 你不相信你再把那個成德 畫面再縮小一點 讓他看到這個 跌了一大段啊 這不是底部是什麼 美食你看 這不是底部是什麼 有沒有 413你的這個健涯 不是底部是什麼 你告訴我 都是底部上來的 所以把握的就是現階段 那明後兩天的話可能就要拉 智勤 安城藥會再來一波 拉智勤拉安城藥 台胃體今天盤中也急拉了 3176G啊就慢慢就會跟上來了 大家留意這些 技術面一模一樣 有沒有看到都是底部 只要這些明天啊 美食直接跳空上去的話 底部完成之後的話 這些股票可能整個都會跟上來 這是觀念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都在漲 生技股 因為全世界 我講過喔 華爾街啊在之前的時候 在這個上個月 美國股市暴跌的時候 美國的生技股是漲的 那美國生技股也有拉回 那一段時間它有拉回 它拉回的過程當中漲的是 所謂的這個防疫概念股 就會毛寶那一類的 可是喔 當這個一個月過去了 大家對於全世界的生技啊 華爾街一直在探討這一個問題說 全世界如果這個 伊波拉病毒如果是四季的病毒 伊波拉病毒是好幾年 一直在西非那邊 一下好一下不好 一下好像得到控制 一下又擴大 這個未來還沒有搞定 那你要針對伊波拉病毒的話 全世界不是只有一個防疫 洗手乳啊 口罩這個就可以解決的 一定要全世界在這個時間點 人類對生命開始重視 然後呢 要全世界的生技總動員 所以兩岸的生技論壇 全世界的生技股 這個時間都在動了 我們台灣還沒上當喔 人家國際的生技股是創歷史新高 我們都還沒有動 你看看這個行情 未來會有多妙 相信我啦 我不會跟你亂講的啦 我每天都看華爾街的報導 我很清楚這一塊 我跟大家講 導播先讓我們看一下 NBI生技指數好了 你看它就比較恍然大悟了 NBI生技指數啊 你看 再把它縮小一點 那個2598就是美國股市回檔那一段 所有的生技股都拉回 只有防疫概念股 2598那個位置 再談到3168這一段 就是全世界突然間有一個共識 生技股是全世界人類 未來生命的一個所謂延續的 一個重要的概念 再把它放大這一兩天 你看它拉過高點拉回整理沒有多久 好 好 就這個位置 好 你看 昨天又開始大漲了 沒有意外這一兩天還要再創歷史新高 再把這圖形再縮小一下 再縮小一下 好 它之前過那個高點的八個營業日 我算過五到八個營業日啊 台北股市一定會 這生技股會動 你看大概就這樣 你看它黑黑的下來那一段 大概八個營業日 過高拉回八個營業日 全台灣的股市生技股就來了 好啦 給大家做個參考啦 相關的資料 我們會在我們臉書上 跟大家做提示 有空的時候投資朋友 你可以來我們臉書逛逛 逛逛我們臉書啊 那因為我臉書是不太講股票啦 不太講台股 我轉講國際金融商品 跟什麼股票的變化的內容 股票那麼多 你要靠自己去選 但是如果你是我們的客戶的話呢 美食啊 承德這些寶貝 你一定要有的 好 我們先把這個指數交給這個蘇贤 好 再趕快來看一下整個書盤行情 在書盤行情出爐同時的話 是台幣股市下跌的15點 依然還是一個小跌來做收 收在9034點 初步來收到90點整出關卡 量也只有761億元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到節目現場繼續鎖定 台股新攻略 123988 2392 3988 2392 3988 台灣好所在 全新改版 帶您掌握國內外房市賣眾 現場直擊全台各地中古屋和新城屋 神秘觀察 設計師 房屋主 主夢圓夢 不管你想買房子 賣房子 租房子 看房子 挑房子 台灣好所在 一次告訴您 請鎖定三零財金牌 台灣好所在 全新出發 計劃科技 定義未來 化療是癌症治療的重要方式 但是化療引起的疲勞及食欲不振 嚴重時可能中斷正常治療的療程 動物藥理試驗顯示 中天化療藥可以增強免疫及抗癌 臨床試驗更證實 可有效改善癌症病患的疲勞及食欲不振 我回來了 化療藥幫助我重返幸福人生 癌症副作用的救星 中天新藥 關懷生命 有效應 有效應 二人 吃 一試 有效應 三人 看 二人 一試 好 台股新攻略 马上来看一下 刚刚所提到一个重点部分 今天重上有利公消息所干扰 可是呢 还是一个小跌15点在做回应而已 收文在九千里大关之上 接下来在鼎太兄部分 怎么看待行情变化 这个标股生计族群 掌握到重点接下来呢 好 我想生计很重要了 生计应该是你慢慢要体会到 全面性的一个攻击了 全面性的会慢慢出现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做比较法了 那虽然只是跟拿这个 我刚刚一直跟大家讲 有些股票昨天涨今天跌 可是生计股一旦发动就是波段 台北股是生计股走到这里 叫不得不的结构 不得不 没有它台北股是怎么混 我举例给你听 因为贵买 贵买这一块的三大主流 第一个是太阳能 所以太阳能最近不太跌 可是你看全世界的太阳能是不妙 美国公布季报之后 真的拉回了反而是在太阳能 美国公布季报苹果创新高 一大堆股票都创新高 可是太阳能整体反而是跌 这就不太妙的一个跌 所以你这边一拉太阳能是没有共鸣的 没有共鸣的 那IC设计过去这两天涨的是上市盘 并没有轮到上柜盘 上柜盘IC设计也都涨一天 昂宝啦普瑞都一天就没下文了 那是因为它没有立基点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半导体的族群啊 在通讯在晶片这一块 这个我拿给大家看好了啦 拿给大家看好了 这样大概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些都股性都不怎么样 就说主导全世界的这个格局都不怎么样 当然我还是强调 六亿就来我的脸书逛逛吧 我算蛮认真了 蛮认真了 就让你来看看 因为我的脸书几乎不讲股票 可是啊 来浏览的人相当多 因为你要的是观念 怕没钱而已 老师朋友 我不知道听我 只怕没钱 不怕没有股票买 可是整个格局 你有没有抓对 如果从这里开始 就是要大涨生计股 生计股每一档几乎都有机会 我这样讲你没有听懂 所以我不用跟你介绍股票 但是电视上我一定要跟你讲 这是我们客户的东西 也要这边跟投资朋友做一个交代 那么一来是这样子 二来我觉得投资朋友 你可以有空来逛逛我的脸书 这个按个赞吧 我算是很认真的 那对国际金融商品的认识的话 大概也没有人像我这么仔细 我每天都四点去乘 投资朋友 你不要讲我 讲我这样讲之后 每天四点都起床很容易 你自己想想看 夏天还好啦 这几天天天气越来越冷 那个爬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不过对我来讲 我很习惯了 而且有一个责任感 有一个责任在 一定要把这些看清楚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客户 要靠我们 在这个市场上 希望能够长久的一个获利 来看 道琼又创新高 那以今天刚才在拉台的日本股市的话呢 日本股市你看很奇怪 昨天日本股市反而是拉回 台股反而是大涨的 可是今天日本股市大涨 台北股市反而不怎么样 这些玄妙的地方 大家要留意一下 但是日本股市大涨 如果今天晚上带动道琼又继续涨 创历史新高 道琼已经接近一个礼拜天天创历史新高了 这个都涨 这个涨什么 这个涨生计股 这个是大涨生计股的 那S&P500也创新高 我都创新高 非半了 这开始进入波段的整理了 你要留意这一块 可见高科技股来到这边是略有盲点 你说苹果你再怎么样 大概苹果现在 这个在华尔街 不再讲iPhone 6了 虽然它就是卖得很好 什么好讲的 苹果股票反而108在那边整理了 不再讲iPhone 6了 那讲什么就在iPhone 7 那不知道民国几年的事情都不知道 不一定没年 不一定在好几年了 可是这就是苹果的旧的iPhone 6的题材 逐渐搞一个段落 好 好黄金你看 那华尔街最近在提到一个重点 说黄金如果跌破1000 这一个东西 来再往上照 跟这一个东西 这样好了 这样 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略有悄悄板的 华尔街最近在讨论说 这个东西如果跌破了1000 会不会是这个建高点的时候 这个东西如果跌破1000 好黄金啊 会不会是这个东西建高点的时候 这个我会帮你做追踪 那当这个在讨论这一个 这两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什么 随时注意这个会不会跌破1000 这个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恐慌指数有没有变化 你看恐慌指数 纯10只而已啦 上个月我们看空的时候 是在28到30 现在变12而已 所以非常安全 然后呢 这个美国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涨 它原来涨什么 涨什么 涨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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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原来涨生计 那美在殖利率又没有变化 你看看 当你把这些东西 在里面资料搜集的过程当中 多看看人家 华尔街怎么分析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掌握不到多空 那这一块全世界都在标生计股啊 有没有 全世界都在标生计股 来照到这里一下 都在标生计股 那你就要看看内容 来看看内容 美国的太阳人是不怎么样的 这个第一太阳人前两天还快要破底 那你就再把股票来搭配 有没有 再把股票 我们这个客户 我们的客户都可以打开软体 顺便看一下 老师可以顺便讲解 苹果你看就在108那边 都没有变 那整个美国股市好像 在科技股这一关停下来了 然后大家熟悉的美光 也都是在平盘 都在做整理而已 有没有 都在做整理而已 那大家还讲说 波若薇通讯有机会 想吧 慢慢去想吧 波若薇大厂叫finis 今年赔死了 这边今年赔死了 怪不得波若薇涨不上来 这个基本面没有好 股价没有涨 千万别碰这个 还是那一句话 那Tesla 那你说三炮怎么那么强 错 他们前两天都跌十几% 是不是 我这样臭 我们现在臭 第一个 我们看到美光所引领的 包括这个 再来看一个东西 再来看一个东西 我们就来做推论 好 防疫概念股 昨天有涨有跌 这是防疫概念股 也有叫阿里巴巴 昨天大涨4% 光棍节 这个市场上全 全美国都在关注这个 机构法案一直调高它平等 这个叫微星 你说昨天还涨0.8% 错 它暴跌一段都没有反弹 所以你说 你就跟我讲说 这个跟IC设计 晶片有关系的 这跟通讯晶片有关系的 好 我们现在刚才你看到 太阳能也不怎么样 MARVEAL也不怎么样 微星也不怎么样 只剩升级股 在美国股市 还在持续创新高 那美国高科技股 就靠生技股在那 其他高这个技股 在平平在那边整理 再来我们上跪哪三个 太阳能生技跟什么 太阳能生技跟什么 IC设计 所以IC设计也都还好而已 对不对 然后太阳能 国际股的太阳能 是在准备 在接近破底的边缘 只剩下一个生技股 如果桂满在部长生技股 整个桂满就扑下去了 整个桂满扑下去了 你上市盘QQ也没效 可是这里明明是多头啊 为什么明明是多头 再回过来再推论一次 这里明明是多头啊 为什么是多头 然后再给你推论一下 你看为什么 因为道琼还是在历史新高 道琼一样历史新高 NASDAQ也是在新高 只不过涨到生技去了 国际股市都在创新高 台北股市不会是空投 所以这就中韩FTAQ怎么样 台北股市只是小跌而已 因为这个时间点 明年明年再说 我们一关一关的做 这个时间点不可能会是空投 这样懂没有 是不是 不会是空投啊 然后生技啦 ICC太阳能 这三个在国际股市来讲 只有生技股在创历史新高而已 那当然是要挑生技啊 那一样哦 你如果做了生技 因为生技股我们再看到 技术面的图形 都在低点 像这个美食都在低点 像这个美食在低点 这长线的在低点 像这个就是在低点 前往前我跟你讲 像这个 大抵完成 波段扛景 这个生技股在低点 已经跌那么深在低点 这个位阶也有利多了 美食啊 单月成长百分之 比去年啊 成长百分之220几 9月份 比去年成长百分之230几 今年是准备要转亏为盈 法人却估计他 今年可能啦 我只能说 可能你做参考 4块钱的实例 明年啦 那这个就是 整个架构整个翻转过来了 那股价是反映在前面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知道说 如果你是买在这个附近的话呢 不要说来到这里啊 最高还187的 这比如说 这个这里距离这个多远 最高还在187的 那你用位阶来看的话呢 他也是在相对的低点 而且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来介入的话呢 他才是颇段的一个起涨点而已 这样大家有没有通了一点 这就是观念 好关于指数 不要麻烦人家这个 苏显哥跟我们报告一下 好等一下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个指数上的变化 当然旗指变化里头的话 在今天的收盘数字出入 也即将就要出入了 我们所看到呢 在相关的题材里头 在整个收盘数字出入里头 这个奇卧市场的部分 在遮住我们的视线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下 来看到最后跌了10点 来到9063点 那么还是维持一个 增加差将近是有20多点之多 电期跌的是0.9大点 收在356点的位置 增加差是0.8大点 电子期的方面 再来看到金融期跌了2点 收在1105点 增加差是在2点的位置 这是在整个旗指变化 至于在摩大一期部分 是跌了0.6大点 来到336点 增加差是0.6点的位置 是在旗指的收盘行情 那么旗指变化的话 依然还是一个小跌 情况之下 跟现货也是一样走势 明天的行情观察重点 再包含重点的题材 标顾在哪里 我想喔 我们最近 我这样讲喔 我手上的大概只有 只有生计股位 那怎么这样 忘记那个 就是一档 就是这么 就是生计股大概在我的 我们现在的客户的 投资组合 大概已经占了大概 六成到七成 那其他股票都是点缀性的 都还在赚钱当中 是我们 我们做股票 走到这一段 你不要忘了 我们前段时间是看空的 前段时间是看空 那五峰 不是被我们空的十字跌停吗 我想这个都是过去的 股票不谈过去 我们谈未来 谈未来 那一样我要跟大家讲说 股票市场上 你最好是有一套很好的工具 你有一套很好的工具 你操作也会比较顺利一点 来看今天 当然我还是强调 我是 我讲生计股 是布局一个多礼拜了 我也希望投资朋友 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到昨天为止 是没有人要跟你讲生计 没人要说这个 你想知道 没人要说这个 大家能够抓那个 掌听盘出来 讲的时间都不够了 怎么可能跟你讲这个 股票是中预告跟布局 来看一下 成德这档股票 这是今天 他大底 大底就在这边 那一根红棒 整个就过关 今天是涨停板 所以这个底部已经出来了 一样喔 他今天是第一根红 他今天是第一根红 那给大家看一下 指标当然你不见得 你也不要每次都想说 我看能不能买在最低点 使得也没这么好的 世界上也没有这么好的事 那起涨点 你不要错过 今天对他来讲 就是起涨点 来这个你看 今天这个日期叫做光棍节 光棍节在哪 在什么呢 就是11月1号 每一年11月光棍节 成德 九点钟一开始的时候就转强 九点钟 九点零二嘛 算九点钟喔 就转强了喔 尾盘它是涨停板 这个是涨停板 你看时间点 技术面的时间点 配合文字叙述 全台湾 只有这么一套 操盘工具 有文字跟你讲说搭配 搭配盘中 这个跑出来 而且你不要以为很多 大概就只有一档左右喔 不是让你自己去选股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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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盘 那去跑的七八十档 股票给你选 没有 就这么一档 only one 我们操盘工具 只有一档 我们操盘工具 给的股票都是一档到两档 也要适合配合他转强 刚好我们也看好生计 他就直接跳出来了 好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起涨第一跟我们多方进场 我们的操盘工具很好很好 很好用很简单 简单易懂好操作 你记得这三个口诀 简单易懂好操作 就是 很简单的看 这个文字也很清楚 指标也很清楚 说明也很清楚 然后搭配文字叙述 搭配我刚才跟前面跟大家讲的 国际股市金融商品的变化 美国股市涨什么 甚至大陆股市涨跌什么股票 里面都有 一早四点也开始做出来 这个就是 哇 在这个市场上 这个 这个市场上我很久了 我算是这个市场上前辈了 我能够在这个市场上 能够这么多年下来 这个过程当中 多少老师进来 多少老师又躺着抬出去了 多少老师又进来这个市场上 多少老师又这样走了 为什么我还那么久 为什么我们的 客户中程度都是五年十年这样跟的 一定是有道理的 成德今天起掌 而且我不乱讲 我不乱讲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跟大家提示过的 好美食啊 你看美食 第一个阶段这里 第二阶段 我说最后的彻底 这是前几天 这是11月6号 那接下来呢 彻底完 昨天我跟你讲说 昨天还拿笔这样画 我说打底完成 即将打底完成 这是昨天 这是今天 今天的美食 来看一下 今天美食 明天只要再涨个几毛钱 又要穿波段新高 明天就确定这个底部上来了 直接跳空上去 整个行情具有机会 因为这个阶段的这个格局 就是要来先挑战这些位置了 波段大行情 我不会跟大家随便乱讲的 这个 这个 就好像我昨天说的 谁 过去这一个多礼拜 我去演讲的 都是在讲生计股 因为 这样子才有它的价值 如果它涨了一大段 再来跟大家讲 对投资朋友来讲 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带我们的客户 一定是要低档 这样合理的这样布局 让它上来的 不是涨到一大段 再去追 然后说底下都我们这样做上来 我们不做这种 不做这种奇怪的事情的 好 一样这个 前来就跟你讲了 这个昨天跟大家讲的 这两天 两个阶段的买点 都要打底 像这种跌很深的股要打底 打底今天一根红棒 今天已经创了这个新高点了 这样只差这一个 这个再过关就整个 就在明天 你还有一些很好的机会 来做一个介入 冬节也是啊 你看这个股要 昨天涨今天稍微拉回 拉回怎么样 一点点而已 这是波段多头 好记在后头 这些 华特这段时间还有利空 你看 你看这一根上来 这个整理 我还是要跟你讲 他的基本面就是这样子 可是当他发挥的时候 就整个喷出了 怀特最近的题材 慢慢要开始浮现出来 我最早在 这个十五六年前 曾经做 因为那时候大家市场上 还不知道什么叫生计股 我做过怀特 一口气是二三十根涨停的 这是我的经验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是什么 这旺系 今天又创新高了 又创波段新高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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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你每天都听我在讲他 小摩说这个 是小摩说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可以乱说 他可以乱说 我可以乱说 小摩他说的 借发现口跟大家讲 这一档股票 今天又开始在 明天直接要创这些新高了 CV价 正在定价当中 正在定价当中 大家比较关心这一档股票 一直都还没有动到 叫基亚 那么没有意外的话 明天 明天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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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一天这个美食 再拉 因为涨多会拉回一下 那接下来就等 等这个 下一个 下一个轮涨上来就是基亚 智勤啊 台威体那一些的 不出两天 必然有所动 大家把握这个阶段 这个 第一个有空来看我们 脸书逛逛一下 有空来我们脸书逛逛一下 第二个呢 一样啊 投资朋友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你要给自己啊 学会给自己一个机会 跟着我们 最近我们很多 我跟大家那个 曾主委说大户回来了 我最近看到我的客户 大户一直回来 他们大户的资金 比较大一直来找我了 我就去跟大家讲 他讲的是真的 好 那么我讲的是 曾主委讲的是真的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大家一起来 共创双赢 跟着大户走 跟着大 所以你看我跟你讲 生计的资金量开始出来了 大户开始进来了 跟着大户走 你就可以享受到什么 下一档标马股的乐趣 下一档标马股的乐趣 好我想重要关键时间点 有空 这个来跟我们做个联系 好 非常谢谢鼎太兄 感谢收看台股新功率 我们明天再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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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